杨洁华和丁子高 一直像极了我理想中的爱情 即使两人常常会斗嘴互怼 但他们心里装的都是对方 我挺幸运的 因为我可以娶到他 真的 我真的非常幸运 所以在这里要谢谢我老婆 我先走了 怎么办 你怎么照顾自己 那今天我很 很踏实 我以为他很会照顾自己 丁子高做完饭后 即使在场的人都承载了一遍 他也要等杨洁华的青铜花匠 你忘记了我那个 你知道吗 很黑 当找不到烤无地云剑 被眼镜化一顿慢的时候 他都是笑着撒娇 你是白痴吗你 神经病啊 你忙了呀 咋得这么底怎么知道的呢 笑一跳 太撒娇了 就算是烤家照这样的一切小事 丁子高也会天心地为他准备早餐 给他鼓励 你看看是什么 它有鸡蛋呢 什么意思 你猜猜猜什么意思 抓起来的一百分 对 预祝你一百分 救命啊 墨连这里也太甜了第二把 但这场考试 丁子高并没有通过 接着情况后的丁子高 不仅没有任何责怪 势之还提醒安慰 第二天 一起去体验田园生活的时候 看到两个话没有做好 密码防晒 他也会细心提醒 拐左腕 然后是 慢洗 防一下你的脸 停 你停了 停 防晒要防晒 换完浓火 两人坐下聊天 杨青花突然因为小心往直哭了起来 丁子高虽然嘴上嫌弃 但也是会贴心地递来纸巾 聊一天聊天也要哭着呢 一句话 对杨青花不起微笑 这样的默契真的让人羡慕 最后夫妻俩一起情绪感额 被大哥赶到的杨青花 第一反应就是躲在老公身后 今天晚上杨青花不小心 将米饭煮糊的时候 丁子高也没有任何抱怨的将饭都吃完了 而就当杨青花问起 如果当天他逃跑了会怎么办时 丁子高做的第一件事 还是自我反思 如果今天 真的在中间遛跑 到底怎么样 我不觉得你会逃跑 老实讲 如果你真的逃跑的话 我是不开心的 不开心是因为 原来我是不够留见你 去安排这个 你会逃跑 真的忍受到要逃跑 已经很严重 因为你也不想我不开心 对啊 不是 请了解我 但其实这样的爱也是相互的 就像杨青花无论走到哪里 不要记录丁子高的生活瞬间一样 哪怕亲戚对方幼稚 倒会在一旁录影邮件 晚上看到一个挺搞笑的 什么东西啊 有没有乱搞吧 我要放一个麻布进去 啊 同时像她的门洗干净 好不好 挺无聊的 没有啊 生活着 是应该有点无聊的 这就是现实版的致命已成交往 不仅如此 面对丁子高烧掉了红烧肉 依然会大搞之下给他安慰 然而就让丁子高觉得感动的 还是他随时准备的惊喜 即便现场看得出有一丝慌乱 也丝毫不影响的开心 好漂亮啊 准备